齐悦眨了眨眼 没错,虽然是繁体字 但他可以肯定自己没看错 修书 带有定西侯府印信的修书 大义也就是不守妇道什么之类的七出 苏妈妈看着那女子面色惊恶 准备等待下一步的哭闹或者晕倒之类的戏码 但那女子只是认真地看了看那张修书 就收正了神色 我知道了,我去见见侯爷 不用了,少夫人要说的那些话 侯爷已经知道了 苏妈妈含笑说道 荣安院里 定西侯焦躁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我要说的都已经说完了 这个女人这次可惹了大麻烦了 侯爷,你说怎么办吧 谢氏沉声说道 定西侯面色微微惊慌 还怎么办 不是将它修了就行了吗 谢氏放下手里的茶 侯爷,你先坐下 你别急,仔细头疼 定西侯美好气地坐下 最近家里接连出事 侯爷,你可千万要想开些 莫要伤身 谢氏说道 从条机上的小青瓷盖罐里 拿出一碗药递过去 定西侯接过,喊在嘴里 只觉得冰凉清爽在口中散开 混沌的脑子立刻便有一丝清明 还是,你关心我呀 他说道 拍了拍谢氏的手 谢氏笑了笑,说回手 我不会说话 讨不得侯爷欢心 只是要侯爷你知道 我能依靠的只有你 侯爷好好的 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 他在一旁坐下来说道 这话定西侯听在心里 却是舒畅得不得了 你就是性子太闷 脾气又坏 不过呀 咱们夫妻嘛 终归是一体的 你的心 我都知道 谢氏笑了笑 没说什么 这个齐月娘 定西侯一刻安静后 又想到眼前的烦心事 不由伸手按额头 上辈子究竟做了什么孽呀 摊上个这样的儿媳妇 可真是要被他害死了 跪城门啊 他难道不知道 他这一跪 其实是他们定西侯府跪下了吗 众目睽睽之下 百千民众之前 定西侯伸手拍住眼 他都不能想 我就是去赌宗跟前跪死 也不足以赎罪呀 真是没脸见人了 这个贱婢 他是疯了吗 早说侯爷惯不得他 如今知道了吧 这贱婢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这一下好了 全永庆府的人都知道了 过不了多久 只怕京城的人也都知道了 谢氏说道 朝堂上又有新的谈资了 这一次将会是他定西侯府 说起来 他定西侯府 自从老侯爷死后 已经几乎消失在朝堂里了 如果不是每年朝廷发下赐缝 皇帝说不定都忘了 还有他这个定西侯 索性后来长云城出息 重新出现在朝廷眼里 不过这下好了 很快儿媳妇也将出现在朝廷眼里了 定西侯再一次重重的拍在眼上 他宁愿朝廷的人彻底忘了他 他甚至可以想象 很快就会有一些世家贵婿 特意跑过来借口拜访 然后拍着他的肩头 问问那一贵的风情 快将他的东西扔出去 将他赶出去 不许踏入永庆府一步 这还不够 修他还不够 侯爷 你要昭告众人 表明这贱婢当初怎么欺瞒哄骗老太太 总之 就是让世人知道 咱们定西侯府娶他做儿媳妇 是受了蒙蔽 谢氏说道 眼中闪闪发光 定西侯迟疑一下 其实修了他 已经差不多了吧 他到底是一介弱女子 又没个父母兄弟 对于这样一个女子来说 修了他 已经相当于断了他的活路了 这样一个美人 就这样相消欲允 侯爷 他明知道 这次救治不好这个病人 还非要出头 他不就是打着咱们的名号吗 他难道不知道这么做有什么后果 他故意的 就是要把咱们定西侯府往火坑里推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侯爷 就算是美人 也是心如毒蝎 他明知道 你如此看重他 维护他 还做出这种事 侯爷 我心寒啊 可是 万一他真能治呢 侯爷 侯爷迟疑一下说道 谢氏看着他 侯爷 就算这次能治 那下一次呢 这天下的病症千千万万 难道他都能治的 侯爷 侯爷 这不是能不能治的问题 而是该不该的问题 他不该忘了自己的身份 肆意忘形 侯爷 你护他一次 不算什么 但咱们定西侯府 可经不起 这一次又一次的惊吓 定西侯不说话了 侯爷 他首先是定西侯府的少夫人 他要做的 是安在内宅相夫教子 而不是抛头路面 走街串巷 在那些粗鄙的男人中间缩小 而且 还在那些身份杂乱的男人身上 摸来摸去 当初子乔 依则身份在那 二来 也到底还小 看了也就看了 但是别人呢 就说这个猎户伤者 你的儿媳妇 定西侯府少夫人 就那样 谢氏越说越激动 说到这里 自己都说不下去了 定西侯也听不下去了 他所想象的神医 想象齐悦娘带来的 是那些豪门贵族的求医救治 那种救治 光鲜而高雅 一群下贵的猎户 一群下贱的猎户平民 肮脏的身子 他不由一脸厌恶 将那个女人的东西收拾了 都给我扔出去 他有什么东西 启儿身份进了门 这家里有他什么 谢氏说着话站起来 让门上的人快点 赶快打发到庄子上去 待这件事过了 就禀告朝廷 休了这剑壁 总算有机会了 总算有堂儿皇之的机会了 做出这等激怒民意的事 天皇老子也没理由护着他了 谢氏看着不再说话的定西侯 激动的垂在衣袖下的手 紧紧的攥起来 长长的指甲折断了 都没有感觉 我的儿终于能解脱了 夫人 夫人 门外有丫头急匆匆的跑进来 看到定西侯在 忙跪下喊侯爷 谢氏见他进来 以为是听传唤的 去 让门上的人利索点 就送到牛角山的庄子去吧 不是夫人 是 狮子爷在门上呢 他 他 把修书撕了 什么 谢氏和定西侯都不可知信的站起来 这边的事 西府的陈氏纳立刻就知道了 母亲 母亲 你快去 劝劝侯爷夫人 不要秀了 大嫂 长英兰一头跑进来 拉住坐在床上的陈氏 焦急地喊道 陈氏神态平和 跟什么都不知道一般 饶玉方跟在长英兰身后进来了 妹妹 慢点说 姨母的身子 她低声 有些急切地劝道 长英兰瞪了她一眼 又带着恳求 看陈氏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只是 那是你伯父伯母的家事 咱们 怎么好去管 陈氏缓缓说道 母亲 可是 大嫂真的很好啊 伯父伯母 怎么能修了她 长英兰急道 妹妹 听说大嫂 她跟人打赌 会污了侯府的声誉 饶玉方低声说道 我大嫂才不会说 她说能治好 就一定能治好 长英兰看向她 喊道 再不掩饰敌意 你天天附出屋 倒是知道的挺多 饶玉方看着她 低下头 行了 是方才 婆子们在我这里说 你姐姐在跟前听到了 陈氏看着女儿笑道 长英兰顾不得理她 又带着恳切哀求 摇着陈氏的手 母亲 母亲 他们那里 没人会帮大嫂 大嫂太可怜了 她要是被修了 可怎么活 没事 她会活得很好的 母亲 大嫂那么喜欢你 你都不帮她 长英兰都要急哭了 松开解释的胳膊说道 旁边的婆子 旁边的婆子忙训斥她 不该如此和夫人说话 我帮她 我不帮她 还有谁能帮她 陈氏并没有在意女儿的态度 而是依旧含笑说道 就在这时 又有婆子急匆匆地进来了 夫人 世子爷在门上 把凶书撕了 他顾不得失礼 就说道 此言一出 屋内的三人都愣住了 只不过 愣着后的神情不同 常英兰玩偶一声 欢悦地握住了手 陈氏与饶玉芳 则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不是说 世子爷很讨厌这个女人 不是说 世子爷一直想不再看到这个女人 苏妈妈也不相信 眼前看到的一切 世子爷 这是 这是侯爷和夫人 他急忙说道 长云城已经随手一抛 那穗纸便随着北风 飘了一地 这边的齐悦 已经转身走开了 他没有时间 在这件事上 费口舌费精力 目前 现在最重要的是救人命 至于这些琐事 别急 一样一样来 他记着 先放着 但他没走几步 就被人抓住了胳膊 长云城 齐悦回头 看着这个男人 有些惊讶 但同时也沉下脸 我现在没空跟你们废话 你放心 等我忙完这个再 哎 长云城没说话 拉起他的胳膊 就想回走去 他的动作依旧粗野 手的力度依旧很大 齐悦被他拖着 一点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喂 你想干嘛 别担我时间 齐悦只得喊道 长云城一句话不说 只是紧紧拉着他 苏妈妈眼睁睁 看着长云城 将齐悦拉进门 阿儒则恢复了神情平静 从他身边越过 进去了 与此同时 从门内跑出十几个护卫 世子有命 速速去千金堂 拉圣者来 为首的一个 对已经吓呆了的车夫吼道 车夫被吼得回过神 马立刻如同惊了一般 冲了出去 拖着摇摇晃晃 随时都要散架的车 向千金堂奔去 长云城的举动 让定熙侯积攒的愤怒 爆发了 对于女人 他定熙侯就算是再愤怒 也会保持风度 但对于男人 更何况还是自己的儿子 他便再也不需要风度了 你知不知道 你在干什么 你这个蠢货 白痴混蛋 定熙侯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 还四下找东西 谢氏虽然对儿子的举动 恨得吐血 但还是第一时间 站在了儿子的身前 他是被那女人蛊惑的 都是你 你要是不惯着那女人 怎么会有今天 谢氏喊道 长云城扶住母亲的肩头 不是他疯惑我的 是我要这么做的 谢氏浑身发抖 死死的咬住下唇 避免训斥质问的话 脱口而出 他的儿子 他可以骂 可以打 但是当有另外的人 想要对妻进行打骂时 他要做的 就是维护儿子 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知不知道 你在做什么 定熙侯气得浑身发抖 到底是抓起慈萍 砸了过来 长云城身子一转 挡在谢氏前面 慈萍砸在他的肩头 滚下地碎了 我这样做 是为了表示我们定熙侯虎 不是软蛋 他猛的拔高声音说道 沙场历练过的人 一旦释放了那种威压 气势煞是逼人 定熙侯被突然的这一吼 吓得不由后退一步 打赌就打赌 我们定熙侯虎 赌不起吗 赌了就赌了 还没有分输赢呢 就怕了吗 一个弱女子都不怕 我们怕什么 定熙侯不由 再后退几步 坐在了椅子上 谢氏也不由 扶住心口 带着几分争怂 看着儿子 这个时候不让他进门 让外人怎么看 看我们定熙侯府 还没比呢 就认怂了 长云城收回气势 目光扫过室内 我丢不起那人 他说爸收声 屋内沉默下来 只有略微凉乱的呼吸声 那 那要是输了呢 输了再休他不迟 也算我们给百姓一个交代 表明我们定熙侯府 对于用以杀人的态度 就算是自己家人 也绝不姑息庇护 曾经救治过 知府公子的那个院子 重新变得热闹起来 这个手套必须戴着 齐悦将胡三取来的手套 分发给大家 刘浦成等人点点头 看着齐悦示范洗手 消毒 戴手套 将手举在身前 按照齐娘子你所说的 能够驱邪的 在上一次的基础上 我又加了苦参 黄白 大叶鞍和蛇床子 熬制好的汤药 齐悦点头 分发阿如从花房 找来花洒 将消毒用的汤药装进去 你们定时用这个 喷洒屋子以及院子 跟随来的另外两个弟子 茫茫的点头 紧张的接过两个花洒 这并没有其他的原因 就是需要大剂量的 广浦抗军 齐悦说道 看着刘浦成 把所有能够起到 这个作用的中药都找来 这个老师你比我懂 你自己看着来配药吧 加大剂量 冲洗敷灌 刘浦成点点头 大家依照安排 各自行事 西黑的夜色 很快笼罩了定西侯府 长云城过来时 齐悦正坐在门外的台阶上 看天 怎么 人要死了 长云城直接问道 看着他的样子 齐悦笑了 没有 他说道 不过 也快了 齐悦伸手 揉了揉脸 将皱起的眉头 用力地抚平 那些药 根本就不管用 或者说 不能很快地起笑 口服 自然比不上 直接竞卖给药 这样下去 他输定了 输了吗 当齐悦发现 自己正在一个